Copyright三剑客,一,本来剑客不准备发这个消息的,但是讨论太多,还是决定说两句,军人军嫂,这是个充满付出和奉献的字眼,成为热点和讨论,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。 然而,更多的军人军嫂,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光环,他们普普通通,在泥土上,在边坊上,在残米油盐中,在隔海相望中,更多的军人军嫂,没有那么多事情画意,有的只是现实的负重前行,但是,别人结婚了,人生大事和喜事,送上祝福,这是人之常情。 不去诋毁别人,也不是厌信别人,只是纯粹的祝福,希望他们幸福。 二,剑客对娱乐圈的人不甚了解,但知道,张欣宇的爱人,是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,曾也比武成绩出色,容易而等功。 2010年,和杰毕业分到了武警广东总队,他主动申请到训练最艰苦,任务最艰巨的总队拳头单位,连南客战队任职。 支队新干部集训考核中,他以第一名的好成绩,被选入他最为期待的反恐大队,成为板杰机中队最年轻的一名排长。 2012年,他代表支队参加广东总队狙击手集训比赛,因成绩优异被总队选派参加总部狙击手集训比武。 2013年,他再次被选为参赛小组组长,代表总队参加武警部队第一届反恐分队盖部古盖比武竞赛骗区赛,和杰参加了所有的比武科目,并获得骗区第一的成绩。 后来,在四季反恐指挥员比武中,射击、越野等所有科目获得个人第一名,以骗区第一的成绩进其总部比武决赛。 3、军嫂,两个字,写起来很简单,可是,这其中的酸甜苦辣,极有经历者才能提问,成为军嫂是需要勇气的。 这一点,我们要为张欣语,其实,对于绝大多数军嫂来说,他们把女人的柔情,化作给军人最温暖心灵感弯。 当军人把青春献给祖国,献给国防时,他们也用最美的青春年华坚守剧烈,他们没有娱乐圈的高收入,高曝光。 他们坚守并不被外人理解的爱情,也许金兽风与魔力,他们不再方华缺带,可每一个奋力拼搏的军人,都会深深感到,那个最伟大的女人,最个最美的女人就是军嫂。 军人很伟大,军人为宝家为国负重前行,而军嫂则为军人默默守护坚强的后方。 这不仅仅是军公章的另一半的问题,而是军公章的全部意义。 这是一格真实的故事,云南巅坊某连有一片蜜月渠,连队副指导员回家结婚,为了赶上三种节气,蜜月没过完就背着二百颗家乡的金橘树鸟赶回连队。 他与新婚妻子相约,等到橘子成熟时接他来探亲,可快要等到这一天时,这位副指导员却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牺牲了。 妻子赶来,只有刚刚成熟的金橘在风雨萧萧中等待,我们难以知道,橘子的真正滋味,我们唯有像最可爱的人,向千百万默默奉献的军嫂致敬。 成为君嫂,就成了静蜜夜空一轮弯弯的月亮,就成首万峰浪中的金桥,等待,就像那靠不两岸的船让人焦灼,等待,就像那冰封间,漫漫大雪封山漆的苦涩,这是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到的。 四,一位君嫂给去边境一线的军人老公,写下了这样一段话,怕你飞远去,怕你离我而去,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,每一滴泪水,都向你流淌去,倒流回最初的相遇。 那此一线的反恐对质,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。 一位君嫂说,现在宝宝半岁,老公回来过三次,每次只在家里待三四天,和很多君娃一样,宝宝跟爸爸并不熟悉。 特别是刚回到家的时候,不肯让爸爸抱,虽然我们也经常通过发宝宝的照片给他,视频聊天,君人是一份始终与牺牲和奉献相勾连的职业。 其实,与君人自身而言,这种牺牲和奉献倒还是可以承受,因为有的是友情怀在,有的是不悔最初的选择,还有的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。 然而,可是,这样的牺牲和奉献从来不止于君人本身,君人家庭,君属也在进行着牺牲和奉献,不论他们是否愿意,都不可避免。 君属过得好不好,始终是营效在君人心头的一大担忧,君人家庭幸福与否,其实也是影响这支军队,点兽和发展的关键因素。 张欣宇加盟君嫂,我们没有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关注她的过去,我们只希望多一名好君嫂,能有更多人关注君嫂这支特殊的边外队伍。 对更多普普普通通的君嫂来说,他们的肩上并不是失于远方,而是家庭、子女、住房、善良老人等等重担,勇敢扛起这份责任的。 有君人,也有半身君装的君嫂,善待最可爱的人,善待君属,尊重君人,请关注更多普普普通通的君嫂,把法规机制落实好,从每一件小事做起,把君人君嫂的后顾之有解决好。 比起起哄式的刷屏更有意义,之后讨论时,不少君迷和妄容,都为这个武警声为惋惜,确实一个好好的君人,为了让一个女艺人出名牺牲了很多。 张欣宇除了丑闻之外,很少出名的艺人依靠下给君人刷屏了,他真的感谢这个君人,可是这个君人大家都说亏大了,十个艺人没有什么光荣的, 君人本身的付出与奉献才最光荣,君人的保家为国财最光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